这个没有没有这个信号的 只要这个信号就知道是毛豆腐 大哥吃了有多少年了 吃了从小就吃 那就是从小吃到大的 坐在那里贴着这个锅吃 味道更香更浓 趁热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猪哥 今天来到安徽黄山社县 听说这边有一个老爷爷 做毛豆腐特别出名 等会过去尝一尝 大爷问一下 这有一个老大爷做毛豆腐 是在这边不 往这里不走 年纪大了 在这里 这老大爷在这边 没这大爷带着 估计不好找 怎么就回来了 啊 这这就是的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这个豆腐都得撒芽吗 都要撒盐 不撒盐这淡的不好吃 做的 又一锅 刚才那些做完了 长毛的豆腐 今天毛还不太长 我完全是那个毛特长 长了这个豆腐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 嗯 毛又长又厚 这个毛长得越多越好吃 越香 不是那个皮越厚 皮越厚 哎那个外面有个皮 那个毛就是皮哈 嗯 在呢 里面那个豆腐 有嫩 内 里面的豆腐又嫩 那就是 到 到位 哦 没有到时间的豆腐吃起来哈 嗯 就是一块豆腐 就是一块豆腐 哎 不是毛豆腐的味 嗯 肚子肚子就有 能就多了 我现在我做的少了就 就少了啊 这个四五千就长出来了 那那一楼和最楼是一天的 在下边又要晚一点看一点点毛 啊 这个不是不是一天 那个是明天卖的 这不是一天的 哎 那是后一天 啊 快清明了 人也多 清明的时候人多 清明天人家又来啊 又来晚了 在生的 有这花要开了 人家也多了 啊 这样的 我们人家的老子 做一点 卖一点 卖完就算 哈哈 做豆腐吃不香 这种自然长毛 哎 自己长的 啊 自然的 啊 是这样的 哎 本届人都是这样 我围着不够吃啊 这样是啊 趁热是最香的 一凉了就是另一个味的啊 我们吃边吃边聊 边吃边聊 嗯 挺好 这样挺 挺有感觉的 嗯 特别好 大哥吃了有多少年了 那吃了从小就吃 啊 那就是从小吃到大的啊 嗯 嗯 嗯 这个毛鸡腹 还要 坐在那里 贴着这个锅吃 味道更香更融更热 嗯 趁热吃啊 趁热吃啊 小时候多像一块 小时候啊 啊 两分只一块 两分到三分吧 两分到三分 那时候可能 那时候经济也就是那么 那个碗 嗯 一天就赚几块钱的 哪个水 围着这个锅特别有感觉啊 还趁热吃 是 那样吃也香呀 这个葱 丢多少年了 也无力 这是装什么油啊 趁热油 这个生毛豆腐能放多少天啊 用的放一两天 放一两天 就 嗯 爷爷今年高售 八十三 八十三 嗯 平常一天都卖多少份啊 卖一百多块钱啊 毛豆腐多钱一块啊 一块钱一块 现在一直在家里干呗 一个人在家里干 一个人做一个卖 嗯 嗯 这个老板 我们也不知道吧 我问他吧 你应该也吃 去了 你那儿玩点什么 对了 你看 这个 这个 这种 这种 感觉挺好的 是吧 爷爷什么学历啊 说什么 他妈妈 他这个 这个 哦 你那时候那个学历 算高材生了 高材生没有用啊 其他的豆腐不是这个 没有没有这个信号的 哦 只要这个信号 这次是毛豆腐 哎 还是菜热香啊 嗯 爷爷他们都是这样吃是吧 都是这样 围着这个炉子吃 就给我吃 趁热吃 冷的吃不好吃 就是趁热最香呗 嗯 趁热好吃啊 嗯 这个酱是自己酱的 自己整的是吧 嗯 我们都自己做 自己做的 嗯 嗯 生 cous 结癌 哎 你要的也挺好吃的 其实挺好的 因为土地我们也可以种 这个鸡蛋是送的是吧 哦 鸡蛋送了 20块钱送一个鸡蛋 20块钱送一个鸡蛋 嗯 10块钱可以送吗 100块钱 烫也 哎呀 宋伟伟伟 这个越吃越香 有鸡蛋 老豆腐 不是我吃了给摄影师留点 给我留点 别吃完了 就是围着炉的趁热是最香的 你再接着可以尝一尝 大家再给我们搞十块 这儿搞十块 挺好 越吃越香